转了几个弯 回头才发现 每一段都有你的成全 原来我错了 以为你没有火焰 不能把我点燃 就不要在我身边 离开你的每一天 恍若过了一光年 虽然经过不同的草原 却在找寻同样的夜 离开你的每一天 你又比现在更好了吧 别这样 跟我聊聊吧 荒废对你的诺言 不了 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好的 原来我错了 以为你没有火焰 不能把我点燃 就不要在我身边 离开你的每一天 恍若过了一光年 虽然经过不同的草原 却在找寻同样的脸 离开你的每一天 生命过了一天 生命过了一光年 生命过了一光年 我不要在余下的时间 再去荒废对你的诺言 我不要在余下的时间 我不要在余下的时间 再去荒废对你的诺言 你想什么呢 我想去看看副院长 对 副院长人那么好 而且对佳佳也不错 应该的 你看佳佳去不去 对 我给她打个电话问问 妈妈 喂 佳佳 我们要去看副院长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妈 我今天下午还有事呢 盛阁也在加班 我们就不去了 行 行 那你们忙吧 怎么了 忙着呢 算了 我们自己去吧 准备一下 请进 好 睡醒着 你找我有事啊 主任 这个想请您签一下字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我的辞职信 辞职 是 说一下 你是不是因为上次和患者家属发生冲突那件事 要辞职啊 那我现在啊 就正式通知你 患者家属 已经啊 道歉了 院办啊 已经决定 撤销对你的通报批评了 不是因为你那件事 跟那个没有关系 那是为什么呀 报警主任 是因为一些私人原因 恐怕不太方便告诉你 他 那么后来 孙育长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 我都希望你能 再认真的好好考虑一下 好吗 一个医生的培养过程 实属不易啊 况且 你这一次的独立开胸手术 已经获得了院里外科医生们的 广泛的赞誉啊 不管什么原因 你都不能牺牲自己的大好前途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people 有好 这部网友 误伯 合适 玩了 你怎么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看着我 看着我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不回家 也不接我电话 对不起 盛贺 盛贺 你明知道我会担心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 你真是故意在折磨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告诉我我愿意改 但是如果我没做错 你必须向我道歉